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泛汉咒语大讲堂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要先为您介绍 致力于泛汉咒语数十年研究的知名学者 林光明老师 林光明老师1949年生 台湾省台东人 多年来编著有新编大藏全咒 泛汉大词典 尊严试典 房山明咒级等约50多本书 目前担任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法谷山中华电子佛典特约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特座研究员 以及汉工公司总经理等职 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咒语研究专家 林老师好 一心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林老师 我们接到很多观众朋友的来信 其中有一位他曾经参加过寺院的网课 念到一个所谓的辨识真言 不晓得这个辨识是什么意思 是和食物有关系的吗 既然叫辨识 从字面上看当然知道它一定跟食物有关 其实你所说这个咒语 是出在网课的蒙山诗识里头 辨识其实光从文字本身来解释 我们现代人很容易了解辨识至少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量变 一个是质变 量变就是说数量的变化 质变就是品质有变化 老师那到底什么是辨识真言呢 辨识真言应该是这样子 从一个故事讲起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 在说法 阿难听了那个法以后 回到住的地方一个人独处 然后去修那个法 突然有跑出一个很奇特的人 出来看他 这个人也 烟面是在燃烧的 所以叫做面染 他也有人把面染叫做咽口 因为他烟面燃烧 嘴巴一张开火就冒出来 睡觉也很咽口 他把脸整个都烧焦 所以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焦面大事 不管怎么样 就是有这么一位奇特的人 跑出来看他 那这个人除了脸上冒火以外 他还可以看到他的喉咽口 还可以看到他的喉咽细腹 正见非常小 他身体非常衰弱 非常瘦 形容孤狗 而且爪牙盛长 非常恐怖 阿难看到就有点怕 这不是一个恶鬼吗 之后这个恶鬼跟阿难说 你看我这个样子 你自己在三天以后也会变成跟我一模一样 阿难一听到很紧张就问这个恶鬼的时候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吗 这个恶鬼就告诉他 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到 阿难就问他是什么方法 他说 明天早上你要布施食物给无量素的恶鬼 还有要给婆罗门仙等等 而且每一个人要一个 一朵的食物 当然佛经的记载是说 用摩加托果的一壶 大概相当于我们一朵左右的观念 那数量并不重要 不过不管怎么样意思 就是说 你在明天早上之前 只要布施无量素的食物 每一个人一朵 给无量素的恶鬼 跟很多很多婆罗门仙的话 你三天后就没有事 而且不止你没有事 我也可以脱离恶鬼道 得生 投身到更好的地方去 所以 这是一个两立的情形 只要阿难肯做的话 对阿难本人 还有所有的恶鬼都能蒙受其力 还有这位来欺负他的这个恶鬼 也可以得到利益 因此 阿难听到这个话以后 很紧张 很恐惧 跑去见释迦摩尼佛 告诉他 他刚才遇到这么一件事 那要怎么办 三天后我就要死了 释迦摩尼佛告诉他说 阿难啊 你放心 有一个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要用一个咒语 叫做无量微德 自在光明 殊胜妙利 托罗尼 你要念这个箴言 只要用少量的食物 念完这个箴言以后 所有这些恶鬼啦 佛罗门仙啦 不只是得到一斗而已 会得到七七斗 七七在佛教一般指的是四十九 七个七 而不是七 七十七的意思 所以 原来那个面子的恶鬼 只要他布施一斗就够了 释迦摩尼佛说 你用这个咒语的话 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七七四十九朵 数量更大嘛 你应该会更高兴 那 释迦摩尼接着解释说 我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方法 那个是以前 他在做佛罗门的时候 从两个地方学到这个咒语 一个叫做 世间自在得意如来 一个叫做观世音菩萨 从这两个地方学到这个方法 可以来把食物做质跟量的改变 布施给恶鬼 这个就是这个咒语的来源的故事 所以林老师 辨识真言主要是用来做 施食使用的吗 对 而且主要 是特别针对恶鬼道 那在使用上 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限制 或者是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细节讲起来就很长了 我想在我们的扎王课颂本 或者是蒙山寺史的仪轨里头 讲得都很清楚 那现在能不能请林老师 带领我们念诵一次辨识真言 这个辨识真言其实只有短短的 而且是有完整的文字意义的一个咒语 这个咒语念诵 Namah Namah Sawa Sawa Tata Gata Tata Gata Wa-lo-kite Wa-lo-kite Om Om Sam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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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Hum Namah Sawa Sawa Tata Gata Tata Gata Wa-lo-kite Wa-lo-kit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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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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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Hum Namah Namah Sawa Tata Gata Tata Gata Wa-lo-kite Wa-lo-kit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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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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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現在 就要請您老師為我們解釋一下辨識真言的意義 這個座語其實讓你來解釋都能解釋 因為這些字幾乎你都認得 Namah Namah 是禮境 Sawa Sawa 是一切 Tata Gata 是如來 Wa-lo-kite 是觀的意思 觀 觀 視音菩薩 Om 是 座語 中心內容的七十語 Sampara Sampara 它有很多意思 比如說它有圓滿 有功德 有質量 等等的意思 這也是佛教座語裡頭 常見的座語 像大陸有一個很有名的近代傳法的機師 他傳了心中心法 根據的是大正像920的佛心經 那個座語裡頭也有這個字 這個字甚至在道教的座語裡頭 我也看過好幾次 特別是有一個聰明座 開智慧座 裡頭也用這個字 父母是座語的JW 讓這個地方開一個小玩笑 我們沒有不禁之意 不過是幫忙 各位記憶這個座語的一個小技巧 有一次我參加私事 中午中場休息的時間 我就在念這個辨識真言 前面一位同修的女士 當然很熟的一位朋友 忽然轉身過來跟我說 你為什麼罵我三八雷三八雷 你為什麼罵我三八雷三八雷 我一點都不三八雷 的確原本那個字念起來有點像呢 這個真的沒有不禁之意 可是用這種方式的話 我想這個座語你就很難忘記它 讓我再信念一次這個座語好不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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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ワロキテ オン サンパラ Hum 歡迎回到泛汉咒語大講堂 我們今天與大家分享的是辨識真言 林老師 您剛才有提到在持送辨識真言之後 食物的質和量都會改變 那不曉得在念過辨識真言之後 這些食物到底會變成什麼樣的狀態呢 根據佛心的記載 它用的是上廟飲食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子去理解它 就是說這個食物 不管它原來是任何樣子的 都變化成適合你私食的對象 就是你所要私食的對象 當然在這裡是指的是惡鬼 變成他們能吃 喜歡吃 愛吃的東西 真的是很奇妙呢 所以它就是只要是念過辨識真言之後 就可以讓他們得取所需的意思嗎 對啊 而且得到的結果是一個兩例 惡鬼吃飽了高興了 按照原來釋迦牟尼跟阿蘭講的講法也是 做能做完私食 你就浮費增長 功德增加 延長壽命 所以放心你不會 不會在三天後就死掉 您老師剛才有提到 用辨識真言來施食 是對雙方兩例的 不曉得可不可以請您 再對這個部分做一些詳細的解說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我就照經典的記錄來回答您 這個咒語跟私食的作法做完 真的是對雙方都很有利 所謂雙方就是一個是布施者 指的是行施施法的這個人 念辨識真言的這個人 而受者就是惡鬼 跟其他的婆羅仙啊 婆羅門仙啊 等等的其他眾生 經典上說 施者的利益有十 有十項 第一 祭主無量功德 第二 說命延長 第三 成就供養無量如來 第四 顏色鮮結 第五 強祭 就是記憶體會很好的意思 第六 夜叉 樓叉 鬼 等 街味 就是他們都怕你 不會隨便靠近你 第七 心得清靜 第八 正 犯天威德 第九 以朱願體償得勝 第十 三寶欲念 朱天永福 這聽起來 對施者 這麼簡單一個動作 有十個大功德 實在是很簡單 座語很短又很容易近 嗯 另外 剛剛是講到施者 那瘦子有什麼好處呢 瘦子的惡鬼能祭足飲食 皆得飽滿 因為禮儀很簡單 這一點 它量 讓你足夠的量 夠你吃 而且變成善妙飲食 都是你喜歡吃 你能吃 你愛吃的東西 所以瘦子的第二個好處是 二是惡鬼升天 第三個是佛洛門獻 豬根祭足也滿吉祥 即使根據藏經的紀錄 在做這個儀式的時候 只要 你只要送 七遍的這個咒語 一切的惡鬼 每一個人就可以得到 七七四十九斗的食物 吃完這個食物以後 吃完這個食物以後 這個惡鬼就可以得到 升到天上祭 或者是往生到淨土上祭 所以這個座椅真的是 一個很簡單 很容易做 功德很大的一個座椅 的確是這樣子 林老師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辨識真言 一般都是在寺院的晚課才持送的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在辨識真言持送上 有一些場地和時間的限制呢 基本上 我們的觀念大概都是 二鬼道、第一道這些眾生 晚上的活動力比較大 所以晚上你才來跟他施食 或者做一些儀式 應該是比較恰當 白天你做的可能陽氣太強 因為我們一般民族的信仰的想法 養雞太強他不敢來 那不是很可惜嗎 的確是這樣子 不過這就是一般的情形 盡可能說晚上做 或者是黃昏的時候做 但是佛 我們常常講佛教有八萬四千個法門 意思就是任何事情都應該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你沒有辦法去非得白天做不可怎麼辦呢 那一樣啊 白天就做嘛 所以它的效果應該是一樣好的 不要太基你時間啊 地點啊 數量啊 種類啊 不要太基你這一些 但請問一般是不是還是建議在晚上的時候 在寺院做會比較好一些呢 假如你有空 寺院又離你家不遠 或者你剛好去參加寺院的法會 能這樣做當然最好 不夠私食也可以固定每天黃昏的時候 或者晚一點在家門口做 對了 在家在做這個的時候 與其後來私食要把食物用出去的時候 一定要用到室外 不要用到室內 當然這個講起來也沒有什麼避諱啦 只是習慣上我們這樣子用 事實是在最後的階段是在室外做 原來是這樣子 把食物送到室外去 有關於辨識真言的部分 不曉得老師有沒有一些親身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平常是主張不講怪力斷神啊 不過我覺得是真實發生的事異就可以拿來講 我曾經參加過一個超大型的法會 為什麼叫超大型 主要是他想要 私食的對象是幾十億這麼多的數量 的眾生 結果我到現場去一看 準備 供養給幾十億的眾生的東西 竟然只有十二週的食物 那個量看起來是相當少 所以既然主辦單位邀請我去 他用的是佛道雙修的方式在做 我就用佛教的方法 我告訴那主持者說 不要怕那個數量不夠多 我們佛教裡頭有一個很好的辨識真言 應該很有效 因為只要念辨識真言 那個東西不只變成是 惡鬼道或者是受死者這些對象 所愛吃的東西 而且是數量上是 會變得非常非常多 絕對夠用 因此我在現場就把那些參與 這個法會的朋友們交過來 教他們辨識真言的念法 然後鼓勵他們一直念 結果其中有些人 也許因為信仰不一樣 也許因為年紀比較大了 我用羅馬拼音的教法 他聽不懂等等理由 不管怎麼樣 結果就是有一部分人念了辨識真言 有一部分人沒有念辨識真言 怪事發生在第二天 因為第二天 有一位並沒有念辨識真言的人 打電話給我 問我說 你昨天晚上有什麼情況沒有 我說沒有啊 覺得非常舒服啊 能去試試給幾十億的創生 非常有趣跟好玩 他問我有沒有做什麼惡夢 我說真的也沒有 可是他說他整個晚上都睡不著 身體很不舒服 而且一直聽到一句話叫做 不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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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就是台湾話 意思是 不夠啦 到底是什麼不夠 他也沒有講 就一直講 就不夠啊 不夠啊 我有一聽我就了解意思 但是我猜想他們解的是實物不夠 結果後來我們所有參加的人都互相聯絡 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結果 所有沒有念辨識真言的人都做相同的夢 大概都有肚子痛有拉肚子怎麼樣 不舒服的感覺很類似 做夢也很類似 但是所有有念這個咒語的人晚上都睡得很好 那只是那一天啊 所以 雖然我不主張講怪力亂神 不過這個 這個故事真的是給我很大的 很大的啟發 原來真的有效的咒語的話 弄對了 可能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 原來虔誠的持送 竟然會有這麼殊勝的功德力 我們謝謝林老師的解說 下一次 我們將會陸續介紹 與詩詩有關的咒語 今天非常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飯和咒語大講堂 我們下次再見 阿彌陀佛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